從前的我 不知道台灣的山竟然這麼美 直到踏上和歡山的那天 2020年11月2日 是我的生日 我給自己三天的假期 想挑戰和歡群風 從沒爬過百月的我 不曉得自己能征服百月嗎 我真的做得到嗎 我相信 答案會在旅程的過程上 這一天清淨風和日麗 滿了張清淨港口步道門票 漫步走在清淨美麗步道上 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的感覺 清楚眺望壯麗山林 以成曲結對吃草的羊群 宛如國外牛西南壯麗山丘般的景致 一邊散步 一邊享受清新微風空氣 每位獨立者 心裡總是渴望有一張完整自己與風景的合照 後來看見一位阿姨在自拍 我主動上前幫阿姨拍照 得知她也是一個人旅行 後來阿姨也幫我拍照 拍了一張自己很滿意的獨照 喜歡在旅行上彼此幫忙互相協助的旅人 若沒有交通管制的插曲 我不會走上海拔最高的天空補到 我不會有這些撞過美景的照片 是斜途不起來的插曲 給予我一趟意外之旅 下午2點 搭上清淨到和環山的巴士 我開啟窗戶 向小孩子心情的把頭向外望 享受著高海拔所帶來的清涼溫度 一切好新鮮 好自由 好興奮阿 以打送去了check-in後 去滑雪山莊放行李 背上包包馬上去爬了和環東風 下午4點半從登山口出發 東風是群峰中第二高峰 只要登上300到400公尺 即刻看見高雄秀麗三月 以及很美的雲海 在前往東風山坡上方 會遇見一座廢棄的建築物 那是陳廢棄滑雪南車站的遺跡 看著天空 看著日落 只想加快自己的腳步 不願意在途中放棄 就這樣堅持完成了第一次 一個人第一座百月 一望無際的自由感 心裡好踏實 好滿足喔 第一次站在百月 體會到高山的溫度 身體不停的站斗 那時候想要自己先下山了 因為我想吃晚餐 我是最後一個登山 最後一個下山 謝謝遇到善良的上島 陪我下山 跑完東風後 前往餐廳 松雪樓餐廳提供多樣菜色選擇 有昏 有樹 高山上還能吃到熱騰騰的食物 感覺特別幸福 第二天 我與同步室友 一起夜爬荷環北風 清晨4點20 我們由荷環山西北登山口出發 我們背上行郎 開啟小頭燈 拿起登山帳 第一次與別人一起爬山 心裡難免有一些壓力感 擔心會拖累大家 點霧後面進度 我都叫他們先走 但他們都願意等我 配合我的步伐速度 我想 我們都從山難事件 得到領悟 一起行動 同進同出 是大家互相的責任 一路攻頂的是真正寒風刺骨 記得途中 我不稱寒累寒好約 只知道我們離起點越來越遠 離荷環北風目標越來越接近 撐過斗峭後 視野也越來越開闊 從天黑到天空 稍微透出橘色光線 欣賞到山谷間翻滾流動的雲海 一切好值得 清晨漁霧中的曙光 迎來香檳金色日出 看著眼前的雲海 幾倍照亮的黃金大草原 好想躺在草皮上 享受一切的美好 被山風吹浮著 被太陽光曬著 享受著360度 全視野的景色 我想 這是用錢買不到的震撼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 汗水與感動的旅程 此刻 心裡好踏實 好滿足 好開心 很可惜 我的兩位室友 一位受傷 另一位頭痛 差點要放棄攻頂北風 還好有我的堅持下 我們慢慢的 一步 兩步 三步 沿著人線的步道 拿下了3422公尺的荷環北風 謝謝兩位室友 等我 配著我 這路上 我們互相交流成長 進 我們完成了 荷花山群墜高峰 雖然我們沒有完成西風 但 山會一直存在著 只缺完成他的勇氣 後來我和室友吵著爬南風 不忘上午北風的疲倦 他們還是願意陪我一起 親愛的南風 雖然你沒有列入百月之一 但我還是站在你的肩膀上 好好俯瞰著荷環三月的景致 每座山峰都有自己的特色 雖然登山過程會有些辛苦 但登頂後所獲得的美景 絕對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天 河環間山 河環間山 雖然河環間山沒有列入百月 但唯有站在最高點 才能明白宮頂後的成就與滿足 結束後我和室友分離了 羨慕他們熱血的衝動 從台北騎車到荷環山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保持旅行的熱情 接下來順我一個人 我給自己的目標 完成石門山荷環主峰 石門山是荷環區峰最親近的百月 路口經過安部到山頂約30分鐘 蜿蜒曲行的站道與時階 每一步腳印都代表著行走在中央山脈人線上 也就是站在台灣的正中心 鑑於南投和華連之間 抵達3237公尺的石門山山頂 360度視野無限遼闊 可以看見 其來北峰與祖峰 荷環東峰與祖峰 還有南湖大山 中央尖山 望著眼前的景色 盡情的享受在大自然的洗禮下 蜿蜒曲折的S3路 以你淵野的風光 搭配著遠方山暖的背景 會讓人望雀登山池的艱辛 在主峰的路上 能看到多處的遺跡 像是山頂碉堡 因為早期荷環的越嶺步道 有軍事的用途 一個人爬好像有些寂寞 但偶爾會遇到山娘的山幼 給你微笑的點頭 或熱情的加油 累了就讓自己休息 吃吃堅果 補充體力 然後再繼續潛行 我偶爾會請山友幫我拍照 遇到的山友都很好相處 很容易與大家聊了起來 旅行 不就是要大山交朋友的嗎 11點18分 完成了第四座百岳和灣山竹峰 每次宮頂的雀躍 難以用言語形容 爬完竹峰 我趕著下山 我需要大12點半 從松雪樓往回乘清淨的方向 從荷環竹峰登山口 走上坡到武林亭 這段路的過程 好希望有人可以載我 但我還是一步一步 撐到武林亭 武林亭走到松雪樓需要30分鐘 我會來不及搭上巴士 往輕近的方向 於是 我厚著臉皮 拿出旅行的勇氣 直接招攬便車 雖然沒有直接被拒絕 只是每個人前往的方向不同 大部分的人都是下山居多 但我需要上山松雪樓提行李 後來我遭到一台小貨車 我問他們是要往上還是往下 他們說往上 此刻我感動極了 我說可以載我去松雪樓嗎 因為我急著搭巴士回清淨 這對夫婦爽口的答應了我 我已經不管形象跟面子了 我直接跳上車頭 就這樣被載走了 好酷的旅人態度喔 但背後需要很大的勇氣 不過我覺得很crisy 12點24分到了松雪樓 我本來要給他們錢 但他們拒絕我 當時有記住他們的車牌 但現在忘了 希望老天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行事再相遇 趕緊的回松雪樓提醒你 又匆忙的到遊客中心外等車 很幸運 時間算得剛剛好 終於要往回家的路程了 暫且離開這美麗的地方 我還是會回來挑戰西風 謝謝這三天的舒適宜人的氣溫 謝謝這三天美好的人事物 謝謝這三天行程都在計劃之中 這三天謝謝兩位室友的陪伴 這三天騎車載我去很多地方 完成很多事 謝謝自己沒有途中放棄自己 爬完百月後的感想 應該是 我們征服的不是高山 而是自己 沒有做不到的事 只要堅持 好像都可以抵達你想去的地方 所有的收穫都從踏出那一步開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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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